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共创双赢 台北股市今天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 早盘指数开高一度还大涨237点 我想今天很多人看到这里 哇都觉得今天的盘势气势如虹啊 赶快追赶快抢赶快买 不然就来不及了 结果呢一追一买 哇今天又套住了又赔钱了 因为今天大盘开高先拉高之后 一个来回震荡 最后收盘反而收在低点 小涨68点 以16410点做收 到底这个盘 接下来该何去何从 该怎么去操作才能够真正赚得到钱呢 这个部分 各位投资朋友 如果你在今天 又是看到早盘大涨跑去追 一追就套牢的投资朋友 来先来看看 县荣老师今天怎么帮会员朋友 利用快打当冲作战的方式来掌握赚钱机会 为什么我说你需要一个专业团队来帮助你 这是今天2月22号每天第一步 我说做股票不是盲目追高杀低 而是先观察清楚盘势结构 再来决定该做多还该做空 那像这地方 第一个观察美国股市上礼拜五高档震荡 NASDAQ小涨个9点 小NAS的起指上涨个40余点 美国股市最近高档也是震荡盘居多 那台股呢 今天台积电一开盘就开高 先涨个8块钱来到660元 但是仍然没有过上个月679高点 那台积电开高上涨 带动了指数跳空开高之后 急涨大概这个地方9点十几分 已经涨了200点左右了 手盘是个多方量360而已 预估量大概3600到3900以上下 起指的涨幅跟现货差不多 看起来今天这个盘会持续攻击吗 我认为大盘开高之后 顶多就是高档震荡 要注意个股结构差异 也就是特别注意到 最近盘是常常这样 如果台积电跌 指数被它拖下去 像上礼拜五就是这样 很多高价股反而不跌 可是今天台积电拉高上来 上礼拜五高价股已经先拉一天了 那今天就要提防 各股短线的大户 会不会趁着台积电拉高指数 趁机出货 所以今天这种盘 能够在指数大涨200多点 还去追吗 不行 那谢龙老师今天锁定一档股票 来做一个短空 锁定的标的3034的联勇 今天看联勇 这两天有利多消息简报 公布了一月份税后经历大增114% 说第一季将会这个淡季不淡 还有外资在力挺看好 可是看到这地方 注意到在外资在力挺看好的时候 早盘开个高 手盘是个空方量 代表什么 今天如果你看得懂它的量 知道开高之后高档有压 随后高位过高 跌落了早盘均价 反弹站不上均价 均价线就在下滑 如果你看得 如果你有学过 宪隆老师的实战教学的 你会知道今天联勇疑似又有大户 趁着台积电拉高指数 并且也这两天有利多箭报的时候 反手拉高出货的迹象 短线动能指标 也由红反黑出现转弱讯号出来 所以这个联勇今天该怎么操作 建议会员朋友参举先卖后买的策略 这是早上10点28分 当时股价在528元 我们当时建议大家快打当冲标的 今天做短空 3034的联勇 短线技术面转弱之下 定价527 当时市价528 我们527以上到529之间 先做卖出 停损定在537的价位 目标则放在511 所以你看到这地方今天挂527的 都有机会成交到 卖完之后杀下去 盘中最低11点左右 还杀到527块 那我们没有补在最低点 我们大概在11点半 市价在520元左右 建议大家可以获利回补 那今天盘市震荡 我们也不贪多 7块价差 稳稳的先放在口袋里来 不用多做个两张就好 今天又有14000左右 可以稳稳的放在口袋里来 快打当冲就是这样 稳扎稳打拒杀成塔的方式 要来帮投资朋友 这样子来累积财富 掌握赚钱机会 当然如果今天投资朋友 还在犹豫不决 没有跟上我们脚步的 那在这里 我要再三提醒 当然你可以继续的观察 但是县荣老师提醒 重点是你先看懂县荣老师 做股票的方法 因为你在电视上 看那么多投顾老师 大部分每天都在吹嘘 他今天又有股票 买了就涨停 有几支涨停板 天天都在说自己大获全胜 可是他们怎么去选股 怎么去操作 有没有一套方法 有没有一套逻辑 能够讲得出来 你会发现大部分都没有 然后加入才发现 原来都是看什么股票大涨 就叫你去追 然后运气好 有涨了 继续讲了就拿出来表演 万一运气不好赔钱了 那是会员套牢不是他 对不对 这样可以吗 这样当然不行 所以我说 其实你看任何投顾老师都一样 重点你要先看得懂 这个老师做股票的方法 也就是所谓的SOP 那县荣老师做股票 尤其我们做当冲 我都跟大家讲过 我们的方法是什么 很多人认为做当冲 就是盯着盘看 看现在什么股票 在大单集 在冲了 就赶快跳进去跟着买 运气好就赶快赚个两三毛就跑 运气不好 套牢了 就凹着 凹到最后可能就是满手套牢 很多人做当冲 你会发现都是这样做 做到最后 有时候小赚个几毛钱 有时候到最后就是这样 满手套牢可以吗 那县荣老师强调 我们的当冲不是这样 我们的当冲 每天是按照专列操盘的SOP 第一步先观察好盘式结构 攻击盘我们会做短多 整理盘做短空 再从一千多档 两千档股票里头 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并且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那这里面我说的符合条件 其中第一个 就是要让会员朋友好尽好出 因为毕竟县荣老师带着许多的会员朋友做操作 所以有一些太低价 有一些成交量不够的股票 我不可能带着会员朋友去杀件杀出 那种就看得到吃不到 甚至很容易被大户给发现丑 跟我们做对坐 所以县荣老师第一个条件 要好尽好处之下 你会看到我们做的股票 主要都是什么高价股 而且是热门的高价股为主 这样才能够带着会员朋友 这地方一起来做进出 那当攻击盘出现 我们会找大户进货转强的股票 当整理盘出现 我们会找大户出货转弱的股票 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并且遵守机率理性操作 当天进就是当天出 有攻击机会像文贸 那时候开高拉回洗盘又空 疑似大户洗完盘 准备再度进货转强讯号出现 建议大家先买后卖 一早三九八买进 十点多拉高上去 最高四二级 我们四一五卖出 十七块红包 对不对 三张就好 五万一开开心心 放进口袋里来 整理盘我们就做短空 对不对 像二月一号南电 利多频传 疑似又是大户 趁着台积电拉高指数 趁机在出货的时候 建议大家先卖后买 一早卖在二二七 杀下去最低二二一 我们二二二买回 五块价差 五张就好 两万五开心放进口袋 二月三号精心科 同样是利多煎爆 对不对 同样是大户趁着台积电 拉高指数上来 反手再做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先卖后买 对不对 那一天平均卖在四四三 杀下去四三五买回 八块价差 一百万做三张就好 两万四 开开心心放进口袋 今天继续复制成功模式 三零三四的联勇 利多煎爆 台积电 大户趁着台积电拉高指数 利多煎爆 趁机出货 转弱讯号出现 先卖后买 对不对 一早卖在五二七 杀下去五二零回补 七块价差 两张又是一万四 放在口袋里来 所以你会看到 这就是县荣老师所说的 关键在于两个字 叫做方法 因为任何事情都一样 成功之道的第一步 就是找到了正确方法之后 自然做股票 其实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 我们把复杂的事变简单 把简单变重复 把重复变得更好 每天按照专列的SOP 第一步观察好盘势 决定多空 第二步这地方 这个找到符合条件的个股 在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最后遵守几率 理性操作 甚至会员朋友想学 想说 那县荣老师 到底怎么去判断的 怎么去判断 做当从 今天应该要做短多先买 还是要做短空先卖 如果要做短多先买 怎么选股 怎么掌握出手时机 如果要走短空先卖 怎么选股 怎么掌握出手时机 这个部分 会员朋友想学的 提醒大家 在今天最新的会员专属 实战教学当中 就是在教大家复习这些 那这些在县荣老师的 极品操盘团队的官网上面 有一个会员专区 里头都可以去看得到 那提醒大家 这些不是要赚会员的钱 我没有额外跟会员收钱 每一个只要是一年起以上的 会员朋友 都可以有个人专属的账号密码 进去之后 可以看到 包括除了县荣老师 每天所写的分析日记 县荣老师所写的 技术分析的 电子书的一个教学 还有七堂课 技术分析的一个 这个线商教学 从基础的这个 道士理论 六塌门牌 K线形态波浪指标筹码加量 怎么去灵活运用 怎么去融会贯通 怎么去掌握指数 关键转折 怎么去掌握这地方 大户进出货的讯号 那更在实战当中 会教你怎么去利用这个 技术分析判断当中 要先买还先卖 做短多先买 怎么选股 怎么掌握出手时机 做先卖做短空 怎么选股 怎么掌握出手时机 这在今天最新的 会员专属实战教学 都有教大家 那这个不是要额外 跟大家收钱 我们只是希望 会员朋友加入 享受到的是市场上 最专业用心 而且有诚性的操盘服务 什么叫专业 什么叫用心 你看到我们每天这样 带你进带你出 现龙老师更准备 别人没有的其他 头顾老师 一个月给你收个 几万块值值万 对不对 有在提供这些吗 没有 但是现龙老师 用心帮大家准备这些 只是希望会员朋友 加入我们之后 不但能够享受到 专业的操盘服务 更在现龙老师 用心的分享 用心的教学之下 我希望会员朋友 都能够因此有朝一日 能够成为股市当中的操盘高手 学会这些 找到更多的股票来做操作 赚更多的钱 那这些是现龙老师 最大的心愿 最大的目的 当然也欢迎 想要深入了解到 好好在这地方 跟上我们的脚步 那我们也就是用 这样的一个方法 你看到 当然百战百胜 稳赚不赔是不可能的事 但2021年开同盘至今 目前十胜三负六合 持续努力 稳扎稳打的一个方式 要帮会员朋友 继续来掌握赚钱机会 好 这个地方累积下来 盈亏相抵之后 累积报酬率来到17% 等于投资本 假设这地方 这个每一档 用100万上下来做操作 真的帮自己加薪个 各十百千万 十万 加薪个五位数 六位数 不是不可能梦想 我们都还在继续努力帮助大家 都欢迎认同县荣老师理念 跟好我们的脚步 好 回来继续来跟大家谈 谈到这个盘式 好 那大盘指数的部分 当然在开红盘之后 一波冲高上来 甚至今天盘中最高 又再创新高 来到16579 但是也提醒过大家 当指数冲高上来 过了上个月16238高点的时候 这里出现了几个讯号 第一个 台积电 它是台北股市的领头羊 但是居然没有过 一月份679的高点 这里有点后继无力的现象 第二个注意的是 当指数创新高的时候 成家量没有过一月份 最大量的4350亿 有高档加量背离的疑虑 第三个 外资最近都是卖多买少 其指又在加码空单 2万多口了 所以看起来 开红盘之后 指数又创新高 继续使上最邪恶第五波 但是如果台积电在这边 没有能够过679的高点 而外资又持续逢高 尖码 这个行情就要小心 假突破之后 又来个急速回马枪 甚至万一 好美国股市特别注意 拜登就值满月了 对不对 美国股市在这段期间 虽然再创新高 但蜜月期过后 如果拜登开始推动 他的四大家税政策 企业税 个人所得税 十字本利得税 移政税 如果开始推动下去 记得任何一个国家的执政者 如果把公平正义 放在经济成长的前面 这时候股市 能不能够继续瞅长多 都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很有可能就是股市长多 开始要这地方 转空的关键因子出现 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 目前股市 当然全球股市 靠着所谓资金行情的推升 但是持续创新高到这里 一个泡沫化的现象 也越来越明显 对不对 所谓的泡沫就是 很多人现在买股票 不是在看好一家公司的本值 认为说值得投资 而只是因为 最近这档股票好会涨 买了就会涨的感觉 买了就会涨 买了就会赚 所以就这样 源源不绝的买盘跳进来 这就是一个泡沫的现象 对不对 那这种泡沫 当然在涨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吸引人 但是等到泡沫哪一天破灭 涨势没有办法持续 反而反手开始下跌 那问题就来了 现在买股票的 因为股票在涨 所以在买 哪一天看到股票 买了就赔 买了就赔 会怎样 会出现 赶快先卖再说 到最后的结果 恐慌性沙盘 雪崩式下跌 都有可能再度出现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该怎么去操作呢 所以我才会提醒 当然目前还没出现这个现象 还没到这一步 但是我们风险意识还是要有 所以在这个地方要兼顾风险 要能够掌握赚钱机会 最好的操作策略 就是我们的四个字 快打当冲作战计划 因为我们的快打当冲作战是这样 盘中满手 不用担心错失行情 有赚钱机会 我们还是带你把握 但有赚没赚 我们旁后一定让你空手 这样就不用担心 哎呀美国股市一下大涨 哪一天会不会反转大跌 对不对 这样才能够有生活品质 今天跟着现龙老师做当冲 3034的人用 先买后卖 稳稳的十一点半左右 已经把七块价差放在口袋里了 两张赚个一万四 中午是不是又可以去吃个大餐 下午又可以去观光街 喝个下午茶 而且晚上睡着还安安稳稳 不用担心股票抱在那里 会不会美股开始大跌 这才叫做生活品质 对不对 而且快进快出之下 受到大盘趋势的影响会非常低 我们操作灵活 随时可以先买 也随时可以先卖 重点是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 因为在盘后一定保持空手之下 不会股票抱在那里 越套越深越赔越多 哪一天行情反转 就变长期套牢重伤了 也不用放空 擔心会不会被主力发现 故意去嘎我们 三月份四月份融券要强制回补 会不会被迫强制回补在高档 被嘎到高档 我们都不会 我们盘后空手 帮你把风险降到最低最低最低 钱还可以放在别的地方 升更多利息 让你资金灵活运用之下 天天来掌握赚钱 机会来累积财富 所以我说 这才是最好的操作策略 当然对大部分投资人来讲 如果一方面可能没时间看盘 甚至很多人看了半天 就是看到股票在大单急拉在时候去做 只想赚个两三毛就跑 结果运气好赚个两三毛 运气不好满手套牢的一堆 怎么办 所以我们知道 你真的需要我们帮忙 所以我们诚心邀请你来加入 由我献龙老师 亲自带领的机品操盘团队 我们当冲不是每天盲目的追高杀低 更不是为了出手只赚两三毛 而是按照专业SOP观察盘式决定多空 找到符合条件个股 确认转折时果断出手 遵守机率理性操作 就像文贸 对不对 当天大户洗盘进货 转强讯号出现 攻击盘出来 我们就先买 拉高上去最高422 我们不贪多 415卖出17块红包 对不对 100万左右做个三张 一天就是帮自己加薪个5万1 整理盘没关系 像今天连勇 对不对 指数找盘开高涨个200点 我们先做卖出 卖完杀下去520回补 11点半已经把7块价差 放在口袋里了 两张也是1万4 也是这地方 帮大家稳扎稳打 掌握赚钱机会 2021 当冲目前为止 十胜三夫六合 有赚没赚 每笔 现龙老师在节目当中 都诚实报告给大家看 对不对 盈亏相抵之后 投资报 真的要帮自己加薪个五位数 六位数 不是不可能梦想 要帮自己靠着当冲 实现人生梦想 提升生活品质的 不要再犹豫不决 就从当下开始 甚至会员朋友想学 到底当初怎么判断 先买先卖 怎么去掌握选股方法 怎么去掌握出手时机 想学的都欢迎大家 休息时间来跟我们做联络 第二阶段马上再回来 专专业用心重诚信 其中给您最用心的解盘分析 最前瞻的产业观点 恰许分线02-2781-0909 2781-0909 运达头部高老师 极品操盘惨罪 入会专线02-2781-0909 2781-0909 现时来电入会 让您轻松享有最专业的操盘服务 运达头部好看 弄在家啦 今日起身装运达头部APP 您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看到明师为您 及时解盘 有机会得到标普讯息 还有产业最新讯息 立刻搜寻运达头部APP 或电02-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大家好欢迎回到第二阶段的节目现场 最近感谢很多投资朋友打电话进来 在询问宪荣老师的极品操盘团队 尤其有会员朋友他说 加入了现龙老师 但也曾经加入过其他的一个投顾老师 他说到最后还是选择继续跟着现龙老师 为什么 因为市场上这么多投顾老师 也只有一个现龙老师 每天会诚实报告 每一笔操作 有赚没赚的通通敢拿出来 给大家诚实报告 真实不期的参考 对不对 那当然这样有诚信的老师才愿意加入 那其他老师 当然他当初也是觉得 好像那些老师很厉害 天天都有股票大货权 甚至涨停板 结果加入发现 都是拿赚钱的出来讲而已 配钱的都不说 这种老师加入之后发现都假的 所以到最后 愿意继续跟着现龙老师 那现龙老师很开心 能获得投资朋友的认同 同时也提醒大家 电视上这么多头顾老师 怎么去选呢 其实巴菲特都教过大家 用人的时候 巴菲特会去看三个条件 第一个有没有诚信 第二个够不够聪明 第三个有没有活力 但是这三个条件 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 只有一项叫做诚信 因为如果一个人没有诚信 但是却很聪明很有活力 到最后其他这两种特质 会害惨了你 仔细去想一想 我所说巴菲特所说的这句话 那现龙老师强调 当然我不可能天天都让你赚得到钱 天天让你大获全胜 那叫神话 对不对 可是我给你别人没有的四大保证 第一个跟着我做当冲 当天进就是当天出 绝对不做凹单动作 第二个保证 每天最多两档当冲股 不会给你一大堆股票 叫你自己设飞标 像今天也只有唯一一档 3034连勇 那第三个保证 就是所有会员收到的当冲股 都是相同股票 今天所有会员票 跟着我做当冲 都是3034的连勇 早盘建议大家先卖后卖 对不对 成功赚进七块价差 那第四个最重要 如果节目当中 秀的当冲股 跟会员收到不一样 老师赔偿一百万 而且永远退出股市 最高标准要求自己 给大家百分之百的人格诚信保证给你 就是这样的方式之下坚持不说谎不骗人 诚实报告每一笔操作 只求缘分到了 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来找我们一起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这个部分认同县荣老师理念的 都欢迎大家趁着这个时刻 开红盘 今年至今十胜三负六合 我们还在继续努力 利用当冲 帮大家多创造一份收入 多加一份薪水 那想要利用当冲作战 来实现你人生梦想 来提升生活品质的 记得不要再犹豫不决 就从现在开始 指名加入县荣老师 亲自带领的极品操盘团队 一起来征服股海 共创双赢 本服务公司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计较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